大家好啊 晚上20点50分了啊 这个在给大家分享一个视频之前呢 因为这个视频我刚才看了啊 我也听了 就是他人没露脸 没露脸呢 用的是非汉语啊 非汉语 应该是中国大陆以外的某一个国家 我刚才一开始听了听哈 像韩语韩国语啊朝鲜语 再一听好像不是 似乎是南亚中亚或者西亚某国的哪位啊 哪位给您作医啊 因为我的这个订阅我频道的良师益友来自全世界啊 我感觉像印度或者巴基斯坦的某一种语言 或者是土耳其的 土耳其的不太像 反正土耳其语我简单也能听懂几句 也许是中亚是什么地方 反正呢不像是南美 南美西班牙语不是这腔调啊 也许是东欧某些小国 俄语也不是 不是大语种啊 英法德日俄 西班牙 这些都不是啊 这个哪位能听听啊 这个是发生在哪的 这件事啊 给大家看看这视频啊 希望 怎么说呢 反正是给大家提个醒吧 有所警醒啊 有所谓的 很容易 你不能接近 我看你 你不看 你不看 看你 看 你不是 你不看 如果你把你感受到 你不看 是 他在那邊看 看,看,看,看 Age 我仔细听了听 有可能是土耳其语 有可能 向您请教 反正对 不可能是韩国人 东亚人 刚才你看他那皮肤 还是像白人 那个颜色比较偏白 然后胳背上那汗毛 体毛比较的浓密 比较的重 不知道是哪的 反正那个先放一边 就是这种口罩 就是这种口罩浅蓝色的 西班牙这好多 也是这种口罩 中国大陆也有好多 不知道是中国大陆产的 还是哪产的 反正里边有那虫子 有的说是满虫 有的说是其他的 反正是用这个热水 这个蒸汽给熏出来的 反正现在吧 难说 是吧 这个事我看了之后 哎 反正你现在为了活命 是吧 你戴一口罩 但是万一里边有满虫什么的 反正这种吧 也是比较便宜的 如果大家觉得 是吧 你比如你出门戴 戴上之后 你回家就扔了吧 或者给他销毁了吧 是吧 反正如果是满虫 可能对人体的危害 目前看还是没有那么的严重 还是相对轻微 还是可控的啊 用中国官方的话 叫可防可控啊 武汉的疫情可防可控 结果蔓延到了全世界 啊 然后这个 是吧 如果说是中国的产品质量不好 那我们不知道是哪了 现在不能确定 反正 中国的产能 这口罩产能是很大的 不知道是不是中国 反正 有可能哈 这个口罩 也许人类就永远摘不下来了 这疫情也没有缓解的迹象 现在看来 是吧 今年之内 我看都缓解不了 对各行各业 旅游业 餐饮业 第三产业 服务业 交通运输业 这个零售商业 这个各行各业 都带来巨大的 伤害啊 有很多人 我们这个巴塞罗那 有很多华人开的这个 餐厅酒吧都纷纷倒闭 都转让了 也有 很多华人都回国了 他们觉得在这混不好混了 还是愿意回到这个本乡本土 守着爹妈 守着亲人们 都回去了 好吧 反正这个卫生方面的我也不懂 是不是 也不一定是中国产的 不知道哪产的 这个看看哪位啊 能提供点专业的意见 这个小虫子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大的危害 目前看可能没有太大危害啊 给大家就提个醒吧 你不想说